有位豪门虎妈是种什么体验 仅仅迟到不到十分钟 已经28岁的何绍营 就被慈泰在镜头面前 当着卢玉和一种工作人员的面 发表狂骂了整整两分钟 而何绍营全程无关反过一举 只如其中道歉 从开始进入流程后 慈泰还在成情人的不熟悉 而何绍营在和卢玉聊天时 也无奈地表示这样的情况是常态 她早就习惯了 她都没有一句是好话的 作为四方长女 何绍营虽出身好门 但却是最叛逆的那一个 2005年 何绍营与女闺蜜杰西因举止亲屁 传出恋情 随之而来的是有关何绍营 一系列私生活混乱的消息 于是四太便将何绍营送去了英国读书 在英国期间 何绍营也没闲着 先后谈了两段恋爱 2013年分港后 何绍营再次与富商林建月的女儿林艾尔传出绯闻 两人多次被派举止亲屁 由于双方都是有头有脸的家族 私态震怒 甚至有传言何绍营一度离家出走 同年何绍营被派在街头跌跌撞撞 神情恍惚 鼻子下面还有白色粉末 随后虽然她解释到 是因为混吃了减肥药和退烧药 但她玩咖的形象却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 她甚至曾改名为何朗珍 要知道赌王儿女的名字 都是由何鸿燊亲自起的 且同被中女孩名字的中间字都是抄 四次改名无疑是对赌王 以及家族为人的挑衅 直到2019年 何超营与小八岁的哈佛学霸 兴起龙在一起后 何超营才慢慢少了许多负面兴奋 虽然两人无论在家时 还是年龄上都相差不少 但婚后的何超营 经常在社交平台 晒出自己为女儿做的美食 俨然已经变成贤妻良母 正是因为有四胎这样的狐妈 何超营才没有走上歧途 如今她不仅经营着 自己创办的超营文化有限公司 更是将澳门丽景湾酒店 达造成一家艺术酒店 即便已经努力做出成就 但在四胎口中 却也只是得到一句 可以更好的夸奖 一些文创的老人家吧 对她来说 都是主席级的了 她们说 哎 现在年女儿 不错啊 但是我觉得她应该做得更好 你怎么看待赌王的各访儿女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TVB的案关 馆长带你了解更多TVB幕后的故事